老王的故事终极版 老王正在遛狗 突然有一个杀手从草丛里串了出来 两枪把他的狗打死了 老王大怒 你杀我的狗干什么 杀手冷笑一声 有人花五百万 让我取你的狗命 老王看了一眼杀手 激动地握住他的手说 你的中文老师是谁 祝他教师姐快乐 第二天 杀手再次从草丛当中串出来 抢走了老王的iPhone7 老王说 你抢我的手机干嘛 杀手说 因为有人出钱一千万 让我取你的手机 老王激动地再次握住他的手 一时说不出话来 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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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懂手机是什么吗 就是头的意思 第三天 杀手再次从草丛串出来 拿了桶水破箱老王 老王说 你 你破我的水 害我全身湿了 你干嘛 杀手说 因为有人又出钱两千万 要看到你全吃 老王傻傻地看着他 久久说不出话来 因为他知道以后再也见不到这个杀手了 结束了吗 不 第四天 老王在蹲厕所 正要准备冲水的时候 杀手从窗户一跃而进 大喊 停 迅速拿走老王马桶的黄金 杀手说 有人出三千万 要你死 你 你的 经过多次私利逃生后 老王决定改在晚上散步 想不到第一晚 杀手又从草丛里跳出来 绑住老王的手 并用黑布蒙住老王的双眼 老王这次颤头地问 你为何要这样带对我啊 杀手哈哈大叫 哈哈哈哈 要不然出五千万 要你看不到明天的太阳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再一天了 老王在外面散步 一如往常 杀手还是跳出来 可是今天 杀手什么都没做 反而是跟老王边走边聊了起来 两个人聊了很多 不知不觉 往山上走去了 达到山的顶端的时候 杀手突然跟老王说 我们就聊到这吧 我要下山去拿钱了 老王非常不解 问杀手 你这次的任务到底是什么 哈哈 这次的任务就是 有人花两千万 要送你上山头 哈哈哈哈 所以读书很重要 还有中文很难啊 哈哈哈哈